很高兴我们又回到AI人工智慧的课程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深度学习里面 一个非常特别的章节 也非常酷 叫做Deep Dream 深梦 好,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在前面几个课程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所谓的Games 也人对抗性的神经网络 还有所谓的Image Caption 图像描述 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分享跟介绍了所谓的风格转换 Style Transfer 都是属于一些所谓非监督师学习 今天我们再接再厉来跟大家来介绍所谓在深度学习里面 非常酷的一个章节 就是所谓的深梦Deep Dream 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Inception 中文名叫做全面启动 在这部电影里面描述了所谓的梦境 中的梦境 就是深层梦境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也在讨论所谓的深层中的深层 好 就让我们今天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Deep Dream 这个优雅的名字 什么是Deep Dream呢 Deep Dream是由Google的工程师Alexander 所创建的一个计算机视觉的一个程序 它是使用所谓的卷积神经网络 透过所谓的演算法 来寻找跟增强图像中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故意过度的处理图像 就是我们的影像 来创建所谓梦幻般的幻觉的一个外观 那就是生成所谓的迷幻的图像 就是SAFE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演算法 让我们了解所谓CNN Configuration Neural Network 在处理过程里面的一些特征 并且在所谓的特定的层次 就是一些特定的Layer 到底它学到了什么东西 也是一种可视化的一个预线链 就是Pretrain一个CNN的一个方法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看这张图画是经过所谓的一个Deep Dream 所画出来的一张图 就是上面所解释的 透过演算法 将所谓的一张影像的一个内层 来去故意过度处理的一个图像 你没有看 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蛮梦幻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生梦在处理影像 做所谓的一个梦幻的处理 里面有个专用名字叫Octobus 就是像音乐里面的音阶 简称叫做八度音阶 我们把一个影像来一个过度的处理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在处理的过程里面 然后在第二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到第三个处理过程里面 到最后产生一个所谓 非常梦幻般的一张新的图案出来 这个跟前面的课程又不一样 那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那就让我们今天用程式范例 来跟大家来解析跟分享一下 那么Deep Train所谓的生梦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基本上它就是把基本的图形 迫到所谓的 前面已经做Pretraining的一个CMN里面 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然后透过所谓的Forward Pass 送到所谓特地层 特定的一个层里面去Pretraining layers 现在为了要了解该层 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 所以需要透过该层最大的一个FDP function 你还记得在前面的课程 我们曾经有做过这样面的一个层次范例 所以那个该层渐渐的将设计 就那个layer 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影像 送到那个layer里面去的一个 在CMN里面的某一个特定的层里以后 我们在那个层里面 把它做一个最大的一个激活 就是所谓的Grated Descent of the Layers 然后输入相片 然后让所谓的Grated Ascent 然后这时候 那个层 那个layer 已经被激活到最大的一个情况 然而 这么做了这么多 并不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相片 对不对 但是这每一种技 每一种的技术 能够得到更好 更好的一个图像 所以我们就进行所谓的一个Gaussing Blurring OK 让这个相片能够更平滑一点点 那么使相片能够产生更好的一个所谓的八度音 接的一个概念 然后再把它所谓的down scale 然后把这个像再重复缩小 这个所谓的输入的影像 然后对所有的影像 再做对所谓的输入的影像 再做所谓的Grated Ascent 也就是说提升 然后再merge 每一个输入的一个相片 就是所谓的single output image 然后把它去整理一下 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图案出来 那这样讲实在实在是太文综综了 我们来看图 说故事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来说故事 我们输入了一个影像 把它down scale down scale OK 变成第二张图 然后再down scale 到第三张小图 在down scale的过程 你能input the image OK 跟所谓的down scale这些的图像 OK 来去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merge 就是把小图里面再去做up scale 就是说所谓原始的相片 做down scale以后 down scale以后 我们再把它去做一个up scale 然后两者之间去做一个merge 一直达到我们所想要的一张图片 那那个scale就是所谓的那个层别里面 就会产生所谓的final的一个最后 最终的那张相片 你可以看 它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就可以用来解释 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么多的文字叙述了 好 那我们在程式设计的时候 如何利用程式码来做这些事情呢 所以在程式码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将所谓的 输入一个影像 直接传递到所谓特定的层别 我们所指定的 然后透过所谓的up scale 就是所谓的把maxbar最大化 所谓的activity function 来更新所谓的输入图像 就是这么简单了 就是这么简单了 那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所谓的recurrency 的一个功能 ok dip的一个bgg 反复缩小所谓的图像 然后调用所谓的deep helper 刚才我们所谓的直线传播 然后我们可以称它叫做所谓的dd helpers 然后呢将它的结果呢升级的up scale 这个结果这个 result就是所谓的最大化 所谓activity function 然后将它合并到所谓的recurrent 更上一层的图案 就是one level higher 就是往上提层 就是这个所 这边所提的 在上一层 一直到我们所要的那一张最终的一个图案 跟相同就是最终的图案就是 跟我们输入图像大小的那个size ok大小一样的size 我们可能输入是一个28x28 然后downgrade变成所谓的14 14然后变成8x8 然后做activity function最大化 然后把up scale上来 然后merge 然后一直回复到最大的那张原始的图案 好 所以各种的转换层 从所谓的浅层到深层的输出 所以浅层学习基本上大家都还记得嘛 就是基本的一些形状线条啦 然后更深层里面就学习到图层的学习模式啦 到更深层越来越深层就学习到更复杂的一个 一个一个图像无眼睛啊 脸等等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设我们输入了一个具有所谓云的一个相片 然后各种转换层的输出 ok就会一层一层的来学习 我们来看哈 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转换 好再到这个的一个转换 再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换 好转换 学习 转换 学习 学习 到学习到最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 那我们怎么用程式库来做这样的一些的步骤呢 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好 首先我们先导入相关的程式库 特别是在Keras 好 同时间我们也要必须加载我们的 Inception V3的Model 那如果您对V3 所谓的Model Interception 或者是所谓的KerasIo Application里面 不是很熟悉也没关系 你可以到你我互动学习原地里面 Compression Neural Network的第四 的课程式 还有所谓到Keras 这家所提供这个网页里面 有一些有关于所谓的 Interception V3 还有Resonet V2的这些介绍 好 好 然后我们把所谓的Keras Import as the Backend 然后特别注意这个地方是禁止使用所谓特定的一些训练操作 因为我们不会训练我们的模型 我们只把V3 import进来 这时候呢 我们的Model就是Inception V3 Inception V3 Inception V8 ImageNet 好 这块是非常重要前面的 好 这时候我们接下来 将所谓最大化的多层 所有的过滤器去把Activity Function 我们要把那一层 我们把这些影像送到我们特定那些层 把这些最大化 那最大化具体来讲 就是一个所谓用一个L2的一个None 去做一个加全核 好 这时候我们来设定所谓的Deep Dream的这些的配置 好 我们将在这块程式码就是将所谓字典 将图层的名称 放一个所谓的一个Factor 就是一个系数 用于量化图层的一个激活的一个程度 就是要去做Activity Function多大 OK 让我们来选找最大的一个Loss 好 那图层的名称 都是所谓的内置的Inception V3 好 那么我们可以用所谓的Model Summers 来看出来它图层的名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程式范围里面所建立的就是Mix 0.23 2跟1.5 好 大家可以到时候去改一下这个参数 然后定义了所谓最大的一个参数的一个选择表 这时候我们就把所谓的Layer Contribution 放到这个Layer里面 好 就是把Dictionary和字典放进来 好 Model Layer 好 好 这时候我们来设定所谓标量 建设所谓的图层的一个Contribution 就是Loss Function的K 就是所谓的Keras OK Variable放0 然后把这个所谓的Layer Contribution 我们所设定的 223 45 0.2 0.3 我们就把它Cohibition 把它对立起来 放起来 就是这一段的程式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都有一些中文的解释 好 那这边就Activity Function就出来了 好 好 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做所谓的Grading Ascent 好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保留生成的Grading Generate Image 然后根据计算 然后把所谓我们非常梦幻的这个东西的Train 然后去做一个调整 然后去把它标准化 然后设定所谓函数的Index 就是把它Output Loss跟Grading Descent 这些东西的参数 我们拿出来 就放到Output上面来 然后去Define OK 在这个地方 好 这是我们Define两个Function 一个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 评估所谓Loss Function 跟Grading Descent 跟所谓的Grading Ascent 好 我们把它降为 然后放到最大值 这段就是整个城市的精华所在了 好 那这个就是所谓实际的Deep Dream的一些算法 还记得我们在刚才课程一开始 这是由所谓的Google的Alizando OK所做出来的 那首先我们就要定义什么 一个所谓的Scale 一个列表 就是所谓的八度云阶 可以他们的定义出来叫八度云阶 所以在处理图像的时候 每一个连续的比例 比前面大1.4倍 再大1.4倍等等 那我们就处理一个小的图片 把它Upgrade到1.4倍 然后再Upgrade 然后做所谓的连续性 还记得Recursive 我们可以连续性的来去做 从小到大 然后T度 然后开始上升到最大化 那么先前的比例 我们就可以去做所谓的定义它的损失 然后定义完毕了以后 把它放大 在40% OK 那整个这边的解释就在这里 好 这时候 因为 下面这一块的代码 就是在处理所谓的Keras Preprocessing 可以Resize Image 然后把它去做一个处理 Save Image 好 然后把它调整所谓相片的格式化 我们Loading OK 然后去把它变成Arate Arate 然后再用所谓的Inception V3 Preprocessing去做这个地方的处理 好 然后再去做所谓的一个Deprocess Deprocess的一个Image 然后这边就有一些的解释 变成所谓的 将所谓的张量变成有效的相片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做 好 好 这时候把NumpPi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步骤 OK Grade Descend 每一个的Step 0.01 OK 然后要运行的一个比例数 尺寸的调整 然后多少个 Iteractive OK 上升的一个步骤 然后这边还设定 如果你的损失大过时的时候将会松断 这边给你设定了一个 一个Seating在那边 一个屋顶在那个地方 好 这时候放进去一张相片 是一张夏威夷 在这个程式范围里面 放进去那张夏威夷的相片 好 然后我们加载进去去做所谓的相片处理 因为你要放到模型里面 你没有办法用所谓的相片 所以我们要去做 除爱护物 这方面的事情 好 然后再做这个地方的一个处理 然后调整比例 然后我们就去Run 然后就去Run我们的方权 处理这些相片 好 然后去Up Down Scale of Scale OK 然后做Apical 如果当你超过10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超过10的时候 我们就Stop 停止了 你也可以去设定 大概 12 15都可以 可以自己去调整这边所谓的参数 在这一块 你也可以去调整所谓Great Descent的参数 你也可以放不同的相片 在这个地方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要去建立一个Asset 一个这个地 Asset的一个档案夹 这样你就不需要去修改程式 你只要看结果 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处理 所谓的Loss Function 然后Pre-Person 然后再去把相片再处理回来 48640 好 做到最后你看 我们把所谓的MatePolyps Import OK PYP-LT 把所谓的相片 别忘了 那相片要再去做 做Deep Process 才有办法去做 好 你看 就把这张相片处理完毕 你经过Upsk Epical 把一张夏威夷的一张相片 然后经过这个所谓的深层里面 我们去做所谓的CMA 然后到所谓指定的Layer里面去 然后把它去做所谓的Resize 然后在Upscale 然后把所谓的Activity Function 做到最大化 好 可以设定这些的参数 我们最后可以得到一张这样的一个 梦幻的一个图片 那另一位问说 这些的参数在哪里 你都可以自己的去修改 看它的情况是怎么样 你可以设定到不同的一个 你所需要的一个 的图案 看能达到你所要的 这边都做了一些解释的一些动作 分成不同的Modules 你可以看看 我都把它翻译完成了 好 那今天的课程到这个地方 主要是参考所谓 MIT的一个程式办理 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跟大家来介绍所谓的深梦 有很多在所谓的深层网路里面 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Deep Dream 可以画出所谓一个深梦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图案 特别是在Google工程师Arnazonal 创建了所谓的 在所谓的Computer Vision里面的一些流程 让我们来去做 利用所谓的CNN 透过所谓的演算法 来做所谓的Deep Dream 一个深层一个新的一个图案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下车